科技、经济发达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远远地把古人抛在后面, 但是也有很多深的东西,一些观念、一些做法, 包括一些思维方式, 你自己看出来还是和古代联系得很紧密, 就是你看到历史上的那些人做的那些事和他的那些想法, 你马上就会想到现在的人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当然这些历史又很长,离我们相对近的这个时期会有影响更大。 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我们今天, 可能有些东西今天还会有所, 以各种形式来表现出来。 这就是我想讲第二个问题, 中国古代历史就是这个基本特征, 然后讲这个题目的原因。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 首先关于两个阶段, 我是怎么考虑的呢? 因为我们学历史呢, 其实从中学时代, 那时候就学中学历史课本里面就会讲, 中国历史悠久, 那么它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过去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五种社会形态, 所以在座的我们各位, 邵卫林大者们都知道, 就是原始社会, 农历社会, 封建社会, 本来应该是自己的社会, 本来应该是自己的社会, 但到我们中国就是半封建, 半自民地社会, 然后是那个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后来呢, 特别改参台后, 随着这个历史研究深入, 不断有人提出来说, 这个五种社会形态啊, 这个五个阶段跨分啊, 因为中国历史好像并不是完全适用, 就会出现很多的那种争议, 有很多地方说得清楚, 比方说, 到底中国什么时候算这个, 封建社会开始, 这个就说不清。 虽然说我们传统的这个说法, 一般比较强调用封建论的说法, 就是占博封建论, 但是呢, 其实有好多人都不支持, 我们在大学里学了好多种封建论, 有那么十几种, 我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通常开始, 可以列出十几种这种答案。 像这个呢, 问题呢, 我觉得这就都还可以去研究, 可以讨论, 也不是说, 不是说形态这个理论就有很大问题, 或者说它不对, 但是它可能还有一些方面, 没有完全把中国历史解释清楚, 它就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爱好者来说, 我们要学中国历史, 不必要先从五种硕形态来入手了解, 因为这个问题呢, 其实说起来它比较专业。 根据维武士官的理论, 五种硕形态呢, 它主要是凭借什么呢? 就是阶级关系, 剥削关系, 这些方面的因素来划分的。 这些东西呢, 在中国古代呢, 就是那些比较文说明问题的材料, 比较集中的材料, 有的时候会出现比较缺环, 就是有一个关键的地方没有材料说明, 就导致这个划分起来比较困难, 比较吃力。 再说了, 那些材料也都是一些很专门的讨论经济, 社会, 阶级关系, 什么什么博学形态, 这方面的一些材料, 甚至是都比较偏的, 或者是比较枯燥的。 这些问题对于爱好者来说呢, 如果从这些地方来入手学习历史呢, 会觉得比较新。 我觉得, 其实作为爱好者来学习, 最简单的就是从政治体制来学习, 最简单的, 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非常清楚的, 画线也特别好画的, 就是政治体制, 或者说国家形态。 这个呢, 过去我们学历史, 其实比较批判这种, 关键说明, 这个学历史, 就这个朝代, 因为这个国家的形态也好, 政治也好, 最后都做得到一个一个朝代上面去, 那你看朝代来分的一些阶段, 这个就属于是最不动脑筋的, 属于最简单最土的, 过去我们往中讲说, 学历史要打破王朝体系, 你不能够按那个王朝去, 有很多东西是王朝下面的, 有些年系的东西, 有些跨越的东西都应该掌握, 这个都没做, 但是呢, 王朝体系确实是有它的不够完善的地方, 但是对于学习历史的初期, 或者说是一般性的了解的时期, 通过王朝体系来学习历史还是最简单的, 因为那个东西它是有标志的, 每个王朝建立, 每个王朝灭亡都是有年代, 就好像一个一个座标插在那里上面, 通过这个座标来掌握那时, 来了解历史, 那一下就会, 我觉得就会掌握得比较清楚, 你要不看这个座标, 上来就看, 社会形态, 那个就比较麻烦, 因为那个社会形态, 有些地方它本身就说不清楚, 就争论很大, 反而会大量一些火烂, 所以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 所谓一般的了解和学习历史, 还是先从政治形态, 政治体制, 来了解, 最简单的。 那么, 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历史, 就会把历史分成两大阶段, 就是以秦朝, 统一全国, 建立皇帝制度为标准。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中国就进入了帝制时代, 就是一个帝国体制, 或者叫皇帝体制, 在这之前, 都称之为前帝制时代, 就是还没有进入这个直观的, 还没有皇帝制度, 没有进入帝国体制的时期。 我们有个老师打过一个比方, 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 中国的国家出现得很早, 但是一开始, 在咱们这个前帝制时代, 中国的国家, 他们还属于早期国家阶段, 他们把它称之为国家的1.0版, 到了秦朝统一, 之后呢, 国家就升级了, 进入了2.0版。 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觉得也是很合适的。 这就是我们把中国的旅館的线索, 分成两大阶段的理由。 两大阶段里面, 当然还可以分一些更小的阶段, 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 这两大阶段的第一大阶段, 前帝制时代, 它就是以公元721年为花分的下限, 前21年是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 并且确立帝国体制的时期。 前帝制时代, 要按过去的说法, 它就比较复杂了, 它可能就包括了原社会, 也包括了奴隶社会, 也包括了奴隶社会的一个开墩。 但这些概念, 我们今天就先不涉及了, 我们就讲这个, 按照国家的建立, 国家形态人体制的变化, 来定标准, 我们应该怎么把它继续划分。 前帝制时代, 也就是分三大时期, 第一个史前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国家还没有形成, 或者说夏朝以前, 就是我们称之为史前时期。 这个时期, 其实我们过去称之为原社会, 这个时期文献资料更少, 而且都是后代转转传在的一些材料, 都是后世、传说, 这些东西是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当时的现实呢, 其实是有办法争议的。 研究这个时期主要是要靠考古发现, 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讲座, 就会由考古学院的老师来给大家讲史前时期, 他在讲夏朝, 讲这段时期。 这些时期它是比较, 在研究, 我们就在了解, 强烈地依赖这种考古发现。 此前时期, 当然话读很长了, 我们要从中国的古人类, 比方说原谋, 按保守的说法, 中国最早的古人类是原谋人, 云南的原谋发现了云南科亚尺, 是中国最早的古人类, 现在一百七十万年。 近些年代还不断有人说, 又有新的更早的古人类发现, 比方说在湖北的三甲地区, 乌山人, 乌山人作为人类是有二百万年, 但那些资料都很少, 反正争议也有一些。 不管怎么说呢, 时间这些它很长, 我们一直可以追到最早的古人类出现。 虽然是很长, 但它资料又非常贫乏, 特别是我们为历史讲座, 文历史主要是靠文献来做研究和做介绍, 但它又没有文献, 所以在我们上讲的很简单。 时间时期, 待会儿如果讲, 它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但是我们会比较快地把它介绍完。 第二段就是夏朝和商朝, 在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成, 出现了王朝,夏和商。 这两个王朝离我们也相当远。 特别是夏朝, 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的疑难问题搞不清楚, 甚至于夏朝的处在, 还没有被百分之百地确认, 也还有一些争议。 虽然说, 我们的大部分学生, 包括我介绍的这些淘土学家, 他们大部分人都偏信夏朝肯定是存在的, 只不过, 怎么表述的问题, 确实考古文物, 考古发现当中没有发现哪个文物是百分之百出, 这就是夏朝的东西, 这个还判断不了。 但是从逻辑上, 和其他的一些方面, 反正还是认为夏朝肯定的。 商朝呢, 那就没了, 是百分之百对待了, 因为商朝有甲骨文, 有商朝的考古遗址, 青虫器等等发现, 那就完全遮实了。 再来后面的是周朝, 周朝呢, 又很复杂, 又有西周、东周等等的划分, 所以就是前那个时代, 就是三大阶段, 史前, 第二阶段夏于商, 第三阶段是周朝。 关于史前时期呢, 我刚才说的, 这幅度非常大, 上百万年, 没有当时的文献留下来, 只有后人的一些简单的传说, 这些传说还希望能靠后, 就这个时期, 时间时期非常长, 就算一百七十万年吧, 那个传说呀, 只能描写最后那一万年的, 不到一万年的那一点点事情, 前面那一百六九万年, 基本描写不了。 那这些历史呢, 大部分都得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也是越往前, 考古发现都越少。 咱们在考古悬上, 把史前时期分成旧史期时代, 数据时代, 这两个大阶段, 这两个大部分, 占了百分之九十几以上。 然后呢, 最后一点点是新世纪时代。 旧世纪时代呢, 我们知道的, 人类移植, 也有一些了, 但是这个就跨度很大, 前后差别能达到几十万年, 上百万年。 像我们北京的舟口店, 发现的北京人, 云南的原谋人, 山西冰村人等等, 就这样画了一些点, 大家不是很全。 这个呢, 就离历史研究是很远的, 基本属于考古和古人类研究的对象。 不过呢, 咱们现在, 大家可能也知道, 现在有一个非常有一定的说法, 就是说, 这些古人类, 和我们中国人, 可能没有关系。 过去我们都认为, 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 那肯定是我们的祖先啊, 但是呢, 就近几十年来, 因为他们研究, 现在有个学科叫分子人类学, 研究人类基因的演变。 但是通过基因检测, 得出的数据, 推断的结论就是说, 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 他的祖先都来自非洲, 而且是前十万年的时候, 虽然说那时候, 世界上好多地方都有古人类, 但是只有非洲这只古人类, 它发展起来了。 它不断地扩散别的人类, 或者说别的人类自行消亡了, 或者被它给取代了。 现在弥漫掉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类, 包括白古人, 黄古人, 这种人类, 都是最早的非洲那一只, 在东非地区那一只古人类的好歹。 这个时候如果成立的话, 我们讲的这些, 不管什么周口殿, 北京人, 圆楼人, 京春人, 什么长阳人, 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更早的沐山人, 和我们共同的关系,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分子人类学上他提出了一些, 他的一些比较强烈的证据, 而且这个说法在国外影响非常大, 基本上是一个主流说法。 但是也不见得是百分之百就确定不误, 也还有一些人反对这个说法, 认为我们的这种人类就是我们的主线, 就是说这人类是多起源的, 而不是单起源的。 刚才这个说法就是说, 它为人类人类, 单一起源, 一个地方起起了以后, 慢慢地铺展到全世界。 这方面有一本书对我影响, 大家可能也看到的就是《人类简史》。 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学者, 其实这边写的影响非常大的那部书。 那部书我认为写得非常好, 我个人比较相信他的说法, 因为我自己对古代的考古, 古人类的这种问题, 我自己没什么了解。 但是如果我看了他们的这些观点表达不透呢,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相信这种人类非洲企业的时候, 但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人家的那个考古学家, 古人类学家, 他们可能还有很多意见。 这就是旧式时代, 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和我们有关系, 也可能有关系, 但就算有关系, 它是在我们这个大地上出现过的人类, 至少也是我们的近亲, 那还是应该无所了解。 那么到了新时代, 新时代就是现在, 刚才说了, 我们中国古人, 就算有一百七十万年的话, 那么前一般就是九十九万年, 都是旧式期, 包括后面六位称之为中式期的, 到了新式期, 到现在也只有一万年时间了, 那就很线了。 新式式时代, 那的遗址就非常的多, 也复复, 那个类型也复杂, 那和旧式式时代就完全的密度, 是大多了。 而且呢, 新时代这些人, 那无论如何, 能和我们见谅。 也许新时代这些人, 他就是非洲来的这些, 最早这批古人的后代, 而他也许是我们中国以前的古人的后代, 这个就还有一些珍贵, 但是他和我们的关系, 这个没有什么, 他就是我们的关系。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也许很多, 考古月亮把它分成一些区隙, 比较重要的, 大家看这张图的那几个圈, 中原和西, 中原和西, 今天的河南, 陕西, 也包括甘肃东东这一带, 这是一个区隙。 然后呢, 东方是一个区隙, 就是山东, 就是一个区隙。 南边, 长江三角洲这一带这个区隙, 北边, 就是辽宁西部和内部南部, 辽河上游这一带, 这是一个区隙。 这几个区隙都有相当高, 大到相当高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分。 此外呢, 我们在图上处理的比较简单, 其实呢, 大概在西南还有一个区隙, 在华南还有一个区隙, 就是我们北大以前的老一辈的考古学家, 也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北大历史系, 后来分裂到考古西去的理解老师, 他们就提出来说, 中国古代文化有六大区隙, 就是近日记时代有六大区隙。 我这张图上就画了四个最主要的区隙。 甚至于可以说, 后来的我们这个古代文明的图县, 下朝上朝, 后面这一期的朝代, 主要是这四个区隙发展下来。 其中呢, 最重要的还是中间的两个, 就是黄河上中流的区隙, 和黄河上中流的区隙。 这两个是什么? 尤其重要的。 这些内容呢, 我们下次再来的故事上很详细的讲, 我们就不再讲了。 总之现在呢, 它就是主要靠考古发现来研究, 考古学上有很多的, 就是确定了很多代表的遗址, 用它来命名某种文化, 然后又把这些不同的文化, 用具体的一个系列, 比较有比较近的关系, 一样的一个区域, 它们是这样来做研究的。 那么关于这个, 史前啊, 特别是经历取代呢, 还会有一些文字材料, 也不是光靠考古, 也有一些文字上的记载。 这些文字上的记载呢, 基本属于传说。 今天我们还不可能安全当作, 说说, 把这个类似来看大, 只能说这是个故事, 这是个有什么说法, 这是个传说, 当然这个故事好什么也好, 它一定是有真实的基础在里面, 但是它会有一些虚弱的东西。 而且呢, 这个传说是这样, 它越往前推的那些传说的, 就越美术, 就越不象征的, 稍微往后一点的, 就比较象征的。 比方说, 早期的传说以后有, 比方说三皇, 比方说三皇五帝, 这是史前批的代表人物, 三皇的传说, 但是, 比较虚, 比较虚了, 本身就说法很混乱, 很不一致, 而且呢, 都是那种神话色彩特别强的, 因为那个反映出来比较好, 可能反映到旧之期代了, 或者反映到兴起来的早期。 但是呢, 三皇当了五帝呢, 就好很多, 这五帝就比较确定, 五帝是谁, 就很清楚, 然后呢, 五帝的事情呢, 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强的神话色彩, 像是个真的人, 像是个真确实有用意的人, 他办了一些事儿, 有这样的, 给人这样的印象。 但是呢, 虽然如此, 这五帝还是有一些神话特别在里面, 比方说五帝里面的姚舜这些人, 姚舜都活了一百多岁, 这些故事传说里面, 古代的这些大人物, 都活得特别长,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就说明他也许有个原型, 但是一定要把那些人死了, 架到他身上, 把他的故事放大了。 那么不管怎么说呢, 那么这些传说人物呀, 特别是五帝, 到后面的姚舜呀, 可能和我们现实期时代的这些文化, 就有关系。 但是呢, 到底和哪有关系, 这还证明不了, 因为没有文字。 就是这两个系统的材料, 它是逐渐接近, 但是呢, 它还没有, 还动完合一。 这就是前世期。 然后呢, 因为我们时间继续讲得比较快, 然后呢, 前进去的第二个大阶段, 夏朝和上朝。 首先是夏, 夏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 国家出现了, 有军主, 有政府, 有军队, 有法律, 有监律, 一套国家继续成行了。 而且呢, 军主没有完全落实, 就是有一件争议, 这是大家,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这些年代, 比如说夏朝, 现在咱们正在说的是, 前2070年建立, 大概是从2070年建立, 到国家前1600年结束, 这些年代也都是大致推断的。 过去都没有这些年代, 这些年代还是咱们本世纪初, 我们国家有这种大功识的, 叫夏商周断代银行, 它搞了好多各方面的学者, 什么史学, 草古学, 天文学, 用了很多先进的一些科技手段, 通过不同的渠道, 分析之后定了一些年代, 也还没有普遍接受, 但是我们国内基本就这么说了, 当然也就是大家都做参考, 不是百分百的落实这些年代, 但是差不多, 大概是这个时候建立这种灭亡。 可以看到, 夏朝应该存在了四百年多年的样子。 夏朝, 现在考古学上, 根据历史记载, 在夏朗普政权的中心范围, 在现在山西南部, 河南西部, 河南中部这一代, 这个区域也发现了很多考古学的文化, 这里面最有名的, 叫做二里头文化, 一般人, 二里头文化就是, 海外在那边, 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 但是有些人, 不像你说的, 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商朝的, 早期的一些人, 或者是史先代另外的一些人流帅的, 这个就有一些争议, 主要因为没有文字, 如果你有文字, 就没有发现, 没有看到能够编证的文字。 这个就不多讲了, 下面就是商朝了, 商朝就是没有问题了, 它有文字, 就是甲骨文, 它的遗址也没有发现, 它的各种青铜器, 各种物脏都有发现, 所以它就没有问题。 在这主要讲, 商朝可以看一下, 下和商的区别在哪儿呢, 下的位置是比较靠西的, 下的中心区, 而商的中心区是比较靠东道。 九历史上讲述在商朝时, 东方文来的一年前, 商朝整个绝对比较偏东, 以后的中朝又比较偏西, 就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的文明中心, 它基本有一个东西摇摆的过程。 而且中国古代政权的战争也好, 争夺也好, 也是很长时间里面的东西最大, 而不是南北最大, 这个是和后来文台一样的。 商朝大概, 我们要算一下它的初一段年代, 大概能有将近六百年的档子。 下朝四百多年, 商朝接近六百年, 商朝就更长一点。 再后面, 周朝就更长八百年。 但是周朝就很复杂了, 它就会分成两个大大阶段, 就是西周和东周, 然后东周又分成春节国战国, 其实周朝就可以分成三段, 西周是一段, 清周是一段, 战国是一段, 这就比较复杂了。 这个时间就更靠后, 这个记载就更多, 朝古发现也很多, 这个研究内容就丰富了很多。 周朝你要做事的年代来算, 西周加东周八百年是非常长的, 古代最长的王朝。 周朝的特点在于, 它同样和夏和商, 它都属于前进制时代, 都属于国家形态, 还比较早期, 还没有发展到皇帝, 帝制那个时代, 但是呢, 周朝夏和商也有很大的兴奋。 夏和商这种国家, 它都是以中心区为核心, 军主、政府、军队主要在中心区, 外围有很多的内部, 其中复属于它的那些部落, 一些小的方国叫什么呢, 不管叫什么, 它这个国家看到的是一片, 但是它中间这一块才是核心, 外围那些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有的时候受到统治, 有的时候就不受到统治, 尽量会出现一些叛乱, 或者是什么灵心的倾向。 所以你要给夏和商画一个国家的疆域, 画出来的, 它是有核心区, 也大概有一个范围而已, 然后外围的一些各地方的部落, 因为你比较强大, 我就臣服于你, 但是你要不太强, 我也可能脱离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么周朝呢, 本来也是这样的形态, 周朝特点在于他们的核心区以外的外围这些地方, 大部分不再由当地的土著人口来主导, 而是由周朝派的人在那儿主导, 就是说是我的人去你那儿建立国家, 而不是你那儿那个地方自己有个国家, 然后臣服于我, 这就是周朝的分封制, 因为西多初年, 据说分封了七十多个国家, 那么周朝的统治中心在今天的观中平原, 西安附近, 同时在东原建了一个东都, 就是洛阳, 此外大片地区, 它都是控制不了, 它都是分封的, 就是建立诸侯国, 但是这些诸侯国呢, 一大半都是周朝自己的人去建立的, 而不是说当地我自己就, 我服从于你, 你就让我建立诸侯国, 不是这样子, 当然它也有当地土著人的人在诸侯国, 但是主要是周朝的人自己都去建立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中央对于这些外围的控制力度就要大很多了, 这个白那些都是我没关系的, 现在它都是我有关系的, 是我的人, 是我的亲属功臣, 这就是周朝这个国家体制, 它就比下和上, 管理上就要强化了一些, 当然这个中国一开始有很多, 经过西州, 西州本来是, 为什么要到西州, 因为它的重中心在观中平原, 后来呢, 它被少数兵族进攻灭亡, 它就迁到了东边, 到了洛阳, 那就到了东州了, 从西州到东州呢, 中国发生了大变化, 就是说, 本来这些多国它都很小, 都是一个一个,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慢慢的大家都扩大, 就逐渐地就发生了接触, 摩擦, 就打死来了, 所以到了春秋呀, 就开始出现中国争霸的局面, 各国就开始打, 以前也打, 但打得不厉害了, 春秋就打得比较厉害了, 打的国呢, 就把一些小国给打回了, 就出了一些大国, 中国, 中型国家, 还有一些小国, 小国有些还能成中国, 就被绵亡了, 那么在东州呢, 周天子, 周朝的那个君主, 最高的家人, 权威下降, 因为他们自己把老家丢了, 被人家给打, 小的民族给打败, 跑到东南北, 他就影响力, 威望, 都打得大折扣, 同时呢, 这些诸侯里面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发展起来了, 但是呢, 他们还要打着, 表面上还要踢中央的, 所以影响还要踢, 也就是说, 不会说取代周朝, 而是说, 我是周朝, 我们下面的一个诸侯国的领袖, 这个叫霸主, 所以在第二阶段, 习州之后第二阶段, 冬中期是春秋, 春秋时期有所谓春秋五八, 就有个拔铸, 就是一些独倒的诸侯国, 他来主导各国的政治局势, 而且呢, 会有些斗争和战争, 这就是春秋了。 再往后面, 战国, 战国后面就是周天, 从春秋到战国呢, 就是说, 这个情况变得更混乱, 国家变得更少, 而且这个国家, 逐渐都变成了领土国家, 就不是说, 我把盖空什么一片地方, 而是说, 有很细的国境线, 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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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都能分清楚,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战国, 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的局面, 那么, 秦楚,秦燕, 韩赵魏, 当然, 还有个别的中小国家, 也还存活一段时间, 那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么周天, 周朝的君主也还在, 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表面上, 你说的战国也是周朝, 其实周朝已经民族失望, 主要是替予国家, 打了下去, 游水合纵连横的各种战略方针, 最后打了结果, 秦朝, 西边的秦国, 一家独大, 把那些国全统一, 就灭掉了, 就是等于是, 而且周朝也, 也被他顺便就给灭掉, 这样的话呢, 周都结束了, 战国世界也结束了, 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而下一个阶段就是地质时代, 所以第一个阶段, 前地质时代, 就是三大阶段, 史前, 夏商, 夏宇商, 然后是周, 周比较复杂, 分成西周, 春周和战国, 三大时期。 可以看到前期时代, 这几个王朝有特点, 史前就不说了, 夏商周这几个王朝, 年头路比较长, 但它这个国家呢, 它是俗体来说比较散, 当然, 从夏宇商到周, 一个比一个就更紧, 虽然是散的, 它还是逐渐再往那个紧密的方向发展, 就商比夏宇商就紧密一些, 周比商又紧密一些, 当然后来周天子全没了, 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从这个联系, 凝聚来说, 肯定是越往下面, 就越好像这种凝聚的情况更突出,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地质时代, 地质时代它就完全打成一块了, 这个地质时代呢, 其实咱们可以分成五大阶段, 就是说你要学历史, 基本就是按这个阶段来学习, 像我们大学里面, 历史专业的学生, 上升硕士生博士生选专业, 主要的一个, 你要选的方向, 选专业的一个角度, 就是断代式, 研究那个朝代的, 然后从一个朝代入手, 你把这些朝代的东西做一个研究, 然后再相对展开到这个朝代, 再研究一些比较充满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非常多见, 所以这些时代, 这些时代都是一些王朝, 基本以王朝为主的吧, 看上去好像就, 这有什么可讲的, 这王朝谁不知道, 王朝体系都是很承受的一些历史观念, 但是我们学习历史, 入门还得从这儿入棋, 而且确实这些时代, 它真的是各有各的不同的一些特征, 并不是说能让我们学变, 打破,打破, 没有那么简单的, 所以我想我们讲这个五代发展, 还要讲讲这些时期, 那么第一时代是五大时期, 秦汉时期, 斯坦国养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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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那么两千多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一大时期,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有长有短, 第一个是秦,秦朝, 秦朝统立,到秦朝灭亡很短,十五年, 秦作为一个诸佛国, 历史很长, 但单独人就秦朝, 就从他统一研究起, 他统一到灭亡十五年就结束, 这是非常短的, 实际上是非常短的, 但是特别重要, 因为它是整个开创了这个第十代的模, 就是这个升级, 是在他这个时候完成的, 整个模式的模板是他做出来的, 以后基本上他这个模式和模板往前修修修修修修, 这样发展,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秦又是提供一个反面教材, 就是说他的这个晒, 他由于统治过于残暴, 就是对社会啊, 国家这种对社会的剥削、压迫、 控制过紧、过严, 导致社会崩寒了, 这个事实也给后代一个深刻教训, 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统治者来统治这个社会, 不能太平, 想干什么干什么, 你得有一个限度, 你得给这个社会的存活和喘息的空间才行, 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以后的人相当地注意这一点, 而秦呢, 你不注意这一点, 正面上他给你做好一个模板, 后面上他给提供了一个操作失败, 导致死机的教训, 下一个人就得操作后注意点了, 你这个生机以后的程序是可以的, 但是你操作不大, 那也不行, 所以后面的王朝就会注意操作手段的这种, 就是截止和控制, 那就好了很多。 第二个就是西汉, 西汉就是这样, 秦汉相连, 汉朝就比清朝重重的很多, 为什么呢? 他吸取了教训, 就知道啊,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 特别是中国的国家形态, 从第一个大阶段下来转变, 这么一个转变啊, 不是一步能到位的, 有的时候你需要慢慢来, 清朝就是要一步到位, 太急了, 要跨过去, 很多地方操之过激, 包括剥削、压缩等种手段, 都过于那种情应, 过于刚性, 所以他才失败。 而汉朝呢, 那就好了很多, 都会有所收敛, 有所回收, 注意一下节奏, 不急求成, 这样的话呢, 它就稳定了很多。 特别在西汉前期呢, 国家对社会的管控是比较力度, 比较弱的, 社会各种其他的一些势力, 集团因素, 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 所以他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 后来西汉就统住了200年, 就算是好很多了。 而且, 又西汉的时间长啊, 导致于咱们汉这个招牌, 就成了一个民族名称了, 汉族汉人这个词, 都是以后出现的, 但是都是因为汉朝的招牌带来的。 他招牌是来自哪儿呢? 来自汉中盆地, 因为当年刘邦被称为汉王, 就是以汉中为地盘。 汉中的盆地来自哪儿? 来自汉水, 所以我们汉族的名称是来自汉水雕河的, 就是这样子。 秦的统一的这个范围, 大家不知道。 秦大概就是说, 其实中国呀, 比如说中国这个地理单元, 在国家大陆上来的汉, 中国这个地理单元是一个相对的地理单元, 它跟外部的环境的联系啊,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说北面大草原, 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西边青藏高原, 也是那个自然环境地理。 跟外面的那个联系, 只有什么河西走廊那条线能出去, 然后呢, 当然在南面什么西南地区有些小路, 就跟外界的联系啊, 比较困难。 离其他的如今呢, 又比较远, 所以中国也是相对足以的发展, 就是自己发展自己的。 跟外面不是说没关系, 而是说受量的影响比较小,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点。 在欧雅当的其他地方, 那就不一定了。 各种文明, 各种互相碰撞, 碰碰碰去, 打打去, 搞得很多文明就没有了。 但中国呢, 就在他那个地方独立地发展起来。 从秦这个地盘看得出最明显的, 秦这个地理的环境下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就是说北面到草原, 我过不去了, 西边到西高原, 那么有东西到, 就这块地盘就完蛋了。 这就是秦的环境。 那么到了西汉呢, 有一个驻大西部, 西汉一下把手伸出去了, 伸到了南部西, 突然伸出了一大块, 那就是四周之路, 那个畅通。 而且在西部, 天山南北, 绿洲地区这些国家, 慢慢地纳入了汉朝的控制, 这是很容易的。 但是要再往西, 那也发展不动了, 因为土大的条件, 就是交通啊, 各种人籍啊, 太难了。 北边呢, 你看出来, 北边的问题就是说, 自然环境不同。 中原的政权要想, 顺利统治北方草原, 实在是太往南部了。 西边呢, 西万高原这一带, 那他确实也上不去。 所以西汉的政权就是这么一个, 以本土为核心, 往西伸出这么一大一块, 这么一个区域。 那比清朝多出这么一部分的内容。 当然, 而且这还是西汉的好奇, 西汉前期也没有做到这里。 但这也是云层到以后, 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格局, 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 西汉要灭亡以后,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 或者是不了解, 就是有个朝代, 新朝。 新朝多长呢? 反正也是十四五年的样子。 也就是说, 他跟这个清朝差不多, 但他有点没有新朝有名。 因为西汉的外戚往往建立的, 往往篡位, 然后就建立新朝, 但是没几天, 往往又被突发了, 到下面有一个东汉, 两个汉就把他夹到中间, 所以他竟然被人忽略。 但王莽呢, 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经常跟人说, 王莽这个人呢, 特别是这个研究, 我非常希望有人拍王莽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但是要拍的好处, 因为这个人是个悲剧人物, 特别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但他会很大的进出, 很多防卫, 他也搞了很多改革, 他很想把这个社会搞成一个理想中的那种太平盛势, 但是不行, 改革也不是说那么容易的, 有个改革非常失败, 他都非常失败, 他不搞, 他不搞改革, 他这王朝, 起码也能称, 称得能起代, 他就会被称为什么太祖, 什么高祖, 由于他搞了改革, 他一下子垮完, 太祖没有用, 所以历史书然不拿他到皇帝, 就直出秦为王莽。 只要他再传一代, 他就会被称为清太祖, 清高祖, 就会这么称, 必须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对他也不太公平, 但他这个时代也很短, 下面有东汉, 东汉又是200年, 西汉东汉200年, 东汉又是汉的宗室有先的200年, 又是重新来临端的两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当然了, 到后期也正式腐败, 他就慢慢的衰亡, 那也就不行了。 整个这个时期, 这个秦汉时期, 就是咱们帝国体制的一个建立和调适的时期, 到了一个新的程序, 一个升级的这么一个程序里面, 能不能顺利运转, 清朝一运转, 死结了, 汉朝又下来重新弄, 最后把它给运转回来了, 这种还不错, 虽然中国后来, 但是这个以后又不行了, 但是还可以重新恢复, 重新弃, 又开始运转, 就是进了这么一个状态。 这中间说, 这展望很重要。 这展望朝呢, 而且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离古代啊, 它比较近。 咱们中国古人呢, 有这样一个观念, 中国古人就是认为, 历史越早, 那个时候越好, 黄金社会都在古代, 越古越好, 最好的社会就是三皇母帝, 或者是夏康舟三代, 最好的社会, 最理想的社会。 其次理想的社会就是汉代。 所以古人经常说, 三代两个汉如何如何, 三代就是夏康舟, 两个汉和西汉和东汉。 他们认为两个汉都不如三代, 中国的夏康舟, 但是呢, 也不错, 后面的王朝, 最好比后面的强, 后面就是说, 我们都不如其面。 古人有这种造特的历史观, 这当然也不太对, 但是这种关键品呢, 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汉代离古代不远, 很多地方保留古代的一些传统和遗物, 这些东西呢, 到后面慢慢慢慢地就会消失掉。 汉朝呢, 就说它是一个第一次时代的这种调试期, 经过它的调试, 中国这个帝国体制就比较成熟了, 怎么运转, 反正还有一套经验, 有一套办法, 以后就这样一个一个往下传了。 而且在汉朝前期, 甚至于有人这样提出说, 因为刚才提到的, 汉朝前期啊, 特别提汉前期, 由于稀释成交教训, 国家采取无畏而至措施, 就是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比较松散, 能不管就不管, 这个原则是以后王朝一般也不会这么干, 因为它比较放松, 结果呢, 朝社会上出现了, 一方面的地方, 一方面出现了很多那种, 政府无法控制的一些异级力量, 一些多元化的一些, 就是权威多元化, 价值观念多元化, 这样的一些变化, 然后工商业发展之后, 流动, 这种, 有很多的东西啊, 甚至有人这样说, 在齐汉前期, 是中国历史人一叉入口, 如果那个时候啊, 不是后来, 后来就是汉武帝上台了以后, 马上就各种强化管理一下, 之后就开关, 全部都给他拧紧, 螺丝全部都顶上, 最后, 最后好了, 他就沿着这个, 继续这样发展。 如果不是汉武帝这样加强化理的话, 中国也可能发展到另外一个社会上去, 就是那种资本的社会, 就是有人这么说的, 当然这个资本的社会不是很贴切, 就是他也可能走另外一条路, 以工商业为主的, 甚至于可能从上那种自由, 流动,多元化那样的一个社会, 那当然历史没什么发展, 有没有什么可能, 这也不好说, 也不能不好假设, 如果汉武帝不是汉武帝, 而是换个人, 或者说, 有没有中国有另外一种, 不是像后来这样发展, 是别的方向发展的可能, 这可能不够, 不能确定了, 但无论如何, 那时候后, 它有这么一个机会出现了。 这样的机会, 以后的王朝, 你会发现它没有了, 它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它只能在固定的模式下下面一会, 两一圈一圈的, 反复的, 循环往復, 死地启动, 死地启动, 这样的往前发展。 所以这些角度来说, 汉代还是很有独特之处的。 这是第一大时期, 秦汉时期, 第二大时期, 三国建南北朝。 三国建南北朝就是, 咱们也称之为, 魏建南北朝, 就是东湾绵黄, 分裂。 分裂一开始就是三国, 三国是我们最熟的, 咱们中国人最熟的时代就是三国, 三国人人都知道, 因为有三国演义嘛, 这些人不给大家都有熟能详。 三国历史并不长, 只有六十年了, 而且就算一个很短的分裂。 关键是三国, 他就等于开创了一个分裂时期, 但他这个分裂并没有持久, 而是说就下一个统一了。 所以三国的第一大阶段就是, 三国南北朝的第一阶段就是三国, 第二阶段西进, 西进又把三国统一捏在那一起, 但是这个统一不太稳定, 西进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统一, 然后,西进从建立, 从他建立的标子, 但他结束三国局面, 完成统一是统一二百八十年, 到他最后出乱了, 也就是二十几年就出乱了, 三十多年就变亡了, 就这么一个标准的统一时期。 他的统一没有坚持, 这是有很多原因的, 就是说有些具体原因, 包括他的内侯, 内部的这种统一团的斗争, 也包括什么呢? 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叛乱。 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关键子的, 好多学者研究过, 这个时候呢, 有个基础, 我说什么情况呢? 这个阶段, 或者是再早一个阶段, 是进入一个寒冷期, 气候变冷了, 这样的草原那些游民族啊, 都逐渐地往南迁移, 很多匈奴啊, 很多都迁到了内地, 但内地跟汉人慢慢地开始杂居了, 他本身也开始半农半木地生活, 但是他的民族和和平没有消失, 而且中央大朝对他们还有很多压迫, 结果呢, 他们就在西晋内讧的时候, 他们也发动这个暴动, 一下子就把学生搞亂了, 那最后学生造成西晋就崩溃了, 崩溃以后呢, 都变成继续分裂, 再分裂什么分裂呢? 就是分南北各自发展了, 三个后面, 就是西晋, 西晋很短的, 下面呢就是东晋和十六国, 东晋在南方, 十六国在北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叫东晋、西晋, 不叫南晋, 不叫北晋南晋呢? 这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人, 还是保护着古代的一种观念, 就是中国政治中心的转换, 和权力争夺, 是应该的东西之争, 它老是从东西来考虑问题, 很少从南北来考虑问题, 虽然实际上它已经是南北了, 但西晋就把它叫西晋、东晋, 而不叫北晋、南晋, 那等到以后, 中国整个南方发展, 南方完全可以和北方向, 抗衡甚至于超越北方, 那就是南北了, 这以后就有北宋、南宋, 它不会叫东宋、西宋, 没有这种叫, 但是东晋, 虽然它是个南方人, 就叫东晋, 就被称为东晋, 它是在南方统治了一百多年的样子, 同时在北方, 那就非常复杂了, 十六国, 这十六国并非同时存在, 而是在这一百多年里面, 存在过这个国家, 忽前忽后, 反正不一定什么时候是哪个, 有个别的王朝, 一度统一过北方, 但是也维持, 后来也很快崩溃, 反正就有过这么十六个国家, 这十六国家还不是全部, 其实十六国是个代表性的称呼, 还有些别的要求, 还不止是这个称呼, 到最后, 一个十六国以外的国家, 这个国家不在里面, 但是这个国家本来叫代夫, 后来叫北魏, 这个政权把北方全推了, 这是后面的时候, 所以东晋十六国, 南北各自发展一段时间, 再往后面到下个阶段, 南方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方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就是南北朝, 南朝和北朝。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时候, 是不是什么情况呢? 南方政权它都是汉族, 没问题, 东晋是汉族王朝, 南朝也都是汉族王朝, 但是北方呢, 这十六国, 十六国里面大概有十三个, 少说五, 只有三个是汉族, 后面的北朝, 北朝包括五座王朝, 北朝现有一个政权叫北魏, 然后这北魏分裂成两半, 这两半的话, 各自王朝又传了一个, 就等于五个政权, 这五个政权也都是鲜卑, 而不是汉族, 但是有一个王朝比较奇怪, 他看他的那个名字, 姓名是汉族, 但是他在观念上, 他认为自己是宪卑, 不认为自己是汉人, 所以北边的几个王朝都是少户民族, 十六国也少户民族为主, 而南方都是汉族, 其实就这个时候呢, 都光是分裂, 它是一个民族关系, 非常复杂的现场, 特别是北方, 各民族打的是乱七八糟, 非常混乱, 并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建立国家, 很多民族都没有建立成国家, 就被人家给消灭了, 也有这样的, 那么在南方呢, 前面有东晋, 后面有南朝, 这都是几个王朝, 这一段要说一下, 基本也都是北方人的先住, 这些南方政权都是北方人, 跑到南方, 在南方, 大家回来传来, 他的子孙, 他们这个王朝,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中国国家的文明发展, 北方是比较早发展的, 北方是文化中心, 各方都是好像比较先进的, 南方长体处于落后的那种南方的状态, 南方有很多民族, 跟汉族的接触、融合, 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所以南方在这个时候, 至少在这个政治上, 还不是特别的能发展起来, 但是南方政权的人接着都是北方人, 东宁就不说了, 南朝有宋齐良臣四个王朝, 这里面只有最后一个臣朝, 他的那个建立者, 他是个真南方人, 浙江人, 浙江常兴人, 但是前面的宋齐良王朝的皇帝, 都是北方人, 都是北方人过去的, 他们的后代, 也就是说在南北朝时期, 这个南朝, 还是一批北方人在主打这个政治,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那么在北朝, 当然就是少和民族, 少和民族这些全体有个问题, 就是说, 既然你不在你自己的地盘, 你进入到中原来, 进入这个王朝, 有一个跟汉文化的关系问题, 那这些王朝呢, 少和民族这些王朝呢, 同时留不到北朝的这些王朝, 这些王朝都还比较汉化, 就是受汉族影响很大, 那些统治者, 也很多人都有汉族名字, 然后呢, 生活习惯, 也跟汉族差不多, 也能够吟诗做妇什么的, 但是作为那种民族呀, 广大的下层群众, 那他跟汉族, 那还融到一起, 就是上层才能搞得一起, 一些交流, 一些上层的统治者, 还可以, 到下面那个, 那还是很大, 所以他这个斗争融合的阶段非常长,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 三国兰南北朝时期, 帝国体制的第二个时期, 我们看一下东晋那些都说了, 南北朝, 南北朝这是第一个, 一开始的时期, 北方是北魏, 南方是南朝的宋,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 南北方的分界性还是很靠北的, 南方还是很强的, 但是呢, 一百多年下来以后, 什么结果, 就是南方越来越不行, 北方越来越往南退进, 到了最后一个王朝的时候, 陈朝, 只有这一点点地盘, 他北方, 包括四川全丢了, 但是北方和四川, 他也不是说, 有两个政权分别控制, 北朝分裂了, 后来分成两半了, 但是呢, 最为南方的海, 南方这个政权的地盘,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你和上一个比, 就知道, 上一个第一个政权, 他的政权, 边界可以推到黄河一线, 到后来可能, 到最后一个, 你推到长江一线, 这中间变化了, 就说明这个南北朝时期, 特别的就是说, 就军事实力来说, 南方越来越多, 北朝越来越紧, 但这个当然是说, 北方这些游民族, 军事优势做关系, 这是三国兰南北朝时期, 第一个就是第三大时期, 随唐永败时期, 实际上我们就分三个阶段, 随唐永败, 这里面呢, 唐数量都很长, 唐将近三百年, 非常长, 随比较短, 古代也比较短, 随嘛就是那个, 随唐和秦翰很像的历史发展, 都是这样的, 它长期分裂, 分裂以后把它突然统一了, 统一以后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刚刚统一大概也还不是很稳定的, 它就有很多的那种统一, 但这个时候呢, 就为君主, 他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觉得, 好,我统一了, 现在我就没有对手了, 谁打得过我, 我都要干什么干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就开始不折腾, 最后呢, 太热得好, 下面本来就做稳定, 一下就垮了, 秦就是这么垮, 随也这么垮, 然后呢, 再传一个网, 好, 那个网就会说, 我不能这么折腾, 我得稍微注意一点, 它就会变得比较稳固, 而且统一呢, 其实说, 到这时候, 就是分久必合, 成了一个趋势, 再分, 它也分不开了, 到下一段, 就能真的统一了, 所以汉堂就会非常稳定的统一, 唐也会非常稳定的统一, 但是随和秦呢, 都是在前奏, 它起到一个引导作用, 而且它都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像秦朝, 各种贡献, 什么制度建设呀, 其实整个后面的模式, 都是秦朝开放的, 像随朝呢, 干了很多大事, 主要就是修大运河, 构后满北联系, 这是很大的事情, 这对以后影响特别大, 但是呢, 它自己是没用上, 不就没有了, 那以后呢, 扛送各朝都得用到大运河, 因为以后的王朝呢, 越来越依赖南方, 北方因为经济太大, 有点凝结果饱和了, 而且北方老大仗很乱, 南方呢, 逐渐会上升, 后来以后的王朝又发现, 我这政权, 我得靠南方支持, 南方支持, 我的政权就活不下去, 南方支持, 那你得各种公司运输, 那又不大好运, 这个时候就发现有大运河, 好多提大, 那就方便多了, 就是说, 等于是以后的王朝, 其实不要感谢隋朝, 但隋朝自己是面王, 隋朝自己它是只有三十多年, 也很短的, 唐朝那就是比较, 那唐朝很重要的, 太有名了, 因为他所谓的盛藏, 有这些唐朝的这种军事, 唐朝其实主要比较强在哪呢? 一个是军事, 就是他打仗很行, 特别是前半戚, 打了很多盛仗, 当然这个呢, 也和唐朝那些捕述者, 包括上海捕连团, 他们都不是什么存在的汉人, 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 强的这种北方的草原流的缺统, 就是鲜卑统, 当然这个时候唐明, 完全被汉德文化, 而且本来他也没有汉德文化, 自己不认得自己是乡, 但是他的朝东东的成本很强, 他有这种上流精神, 尊重上他比较有势, 他打了很多胜仗, 板红一度过得大, 这给了后世一个深刻印象, 另外呢,唐朝文化, 唐朝文化呢, 当然唐朝文化是继承的前个阶段, 魏南北朝, 咱们这个魏南北朝时期啊, 刚才讲到三国兰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呢, 秦汉是第一个时期, 秦汉是一个方面还比较, 特别是汉, 是比较繁荣的, 比较稳定的时期, 但到了这个三国兰南北朝呢, 就会比较混乱, 包括那个经济, 那是有很大的衰落的人口, 大大的下降, 那种伤比自己大大的衰退, 就经济上是, 政治上也有非常混乱, 但是, 那个时期啊, 在文化上, 文化和文化的发展线, 它就不太和政治同步, 文化和文部向前发展, 咱们传统的很多东西, 很多的那种文化的学科, 比方说文学, 到了曹魏以后, 那才有真正的那种作家文学才发起来, 以前都是明歌比较多, 以前只有个别作家, 什么曲缘之类的, 但是你要看这些诗, 都是明歌, 但是到了曹操上开始, 职业作家, 专业作家, 开始有专业作家, 专业画家, 专业书法家, 过去没有这个, 你像汉朝, 书法之友, 汉碑, 很偏, 但是谁是汉碑的代表作家, 不知道, 没有这个, 就没有这种, 好像会专门干这个, 和靠干这个成名的, 但是, 到三国有多种化, 就是这种能复的这种专业化, 提高, 那么接下来到唐, 就进入到一个高峰, 就是文学, 艺术, 包括这些书, 都达到多数天那种大事迹的人物, 都被称为圣, 什么什么师圣, 什么华盛, 还有什么书胜, 书胜是王兴生的比较早, 就是说文化上它进入一个高峰, 所以这两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但是唐朝要注意的是, 它在政治上呢, 其实它的稳定也不算长, 唐朝三百年之间, 只有前一百多年, 政治上很稳定, 后面就不行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唐朝中间, 爆发了一次军阀叛乱, 就是安禄山的叛乱, 又叫安石乱, 一爆发以后呢, 唐朝一下就行了, 就等于是, 地方就开始出现各种军阀的歌曲, 他们表面上是同样的, 实际上呢, 中央有些能控制, 有些能控制, 有些能控制不了, 但是呢, 大家反正还勉强可以对付, 相安如是, 拥戴你这个中央, 中央你也别把自己开招的事, 对地方得照顾, 你得容忍, 才对付了一百多年才灭亡, 但是说, 当后世唐朝的这个, 政治上已经是, 唐朝你已经谈不上了, 因为他已经不得了, 他在乡口上在前半期, 另外, 如果就经济来看, 唐朝的经济也不是特别的, 唐朝, 我觉得唐朝强强在京市俄文化, 经济呢, 其实他跟后世宋相比, 不如宋朝, 比宋朝差很多, 甚至于靠, 我们和官方组计户口, 唐朝户口的人都没有汉朝多, 你很难想象, 你过了那么好几百年啊, 那么发展的人, 不但文章, 他便傻, 这当然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大的低谷, 就是三国两战强朝, 但是呢, 也有一些原因是因为统计可能后来不全, 有很多的人隐瞒没报, 但是呢, 还是说明唐朝这个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办法, 这个东西, 我们认为它可能会超过汉朝, 但是也超不了太多, 就是没有, 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各方面都相当高峰的时代, 这方面很强, 各方面呢, 可能容易被夸大出去, 我看这个图里就是唐朝的所谓的圣唐, 唐朝最顶层时期, 是唐朝的第三代皇帝, 唐太宗的圣唐高宗时期, 当时呢, 是把北方草原的突厥也灭了, 把西面的突厥都一直升到那个中亚, 在朝鲜半岛灭了高丽和白济, 占领了半岛三分之二的地方, 那还是很辉煌的吧, 至少看上去还是, 但是我们要说, 我们要看地图的话呢, 包括中间课本都拿这个地图来给人看, 唐朝都了不起, 这种地图维持的时间是很短的, 没有就不行了, 因为太大了, 控制不过来, 管不了草原, 后来很快就脱离了, 朝鲜半岛, 后来也慢慢地退出了, 当然有一个鼎盛时期, 高峰期, 但是高峰期维持的也不是特别长, 到了二后期, 那不行了, 由于金马叛乱, 唐太宗把西部的边红军全部收回, 震压缓断, 西边全丢了, 北方的民族回湖, 土坡, 他们把整个西部全部占领, 在东部呢, 虽然是常常土壤化的, 你看还有一些民族好像也受唐朝的控制, 他的僵域可以一直通到东北, 其实通不到, 因为东北的地方都是, 连自己发展相对独立, 受你一个侧风而已, 那个都不是真正的那种控制, 不能算是他, 完全是他的地盘, 真正他的控制也就是汉毒这些地方, 而是唐朝后期就下降了很多了, 他的这个国力。 再往后面呢, 古代诗国。 第三个就是古代诗国, 古代诗国是这样的, 中原有古代, 南方有诗国, 诗国也有一国在北方的山西, 唐朝后期就基本上是一个民意上统一, 实际上是地方有比较明显的割据趋势, 但到了古代, 那就是真割据了, 唐朝已经被打垮了, 然后几下就是军阀, 唐朝的垮是垮在宁齐手里, 被宁齐推翻了, 推翻以后宁齐也失败了, 然后军阀就开始各种割据,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后廊几年, 在这种后廊几年之下, 中原相继终现了后梁、后唐、后金、后汉、后洲五个朝代, 这五个朝代加起来才五十多年, 平均每个朝代十年, 最短的一个朝代四年, 凉唐进汉州, 因为这些招感以前的人都用了, 所以又被称为后梁、后唐、后金、后汉、后洲, 这里面最强的一个往上是后唐第二个, 这个后床虽然叫后床, 但跟着藏起来不关系, 这次后床, 但是一早就炸脱了, 他比藤大, 他中原基本的控制, 他一度占领过四川, 但是他们统治了每几天, 他也不愿意, 所以我就要去管他, 他就管他, 这五战啊, 反正也基本上最强的时候, 也就更大, 已经控制北方, 有提案还没有他大, 反正就是说, 而大量的广大南方区区的控制, 南方什么情况呢? 你看这样子, 古代就是中原梁、东京、汉州, 一个来一个, 在南方, 江南, 福建, 湖广, 梁广, 四川各个的政权, 有的政权的前后更迭, 一共有九个政权, 北边呢, 后来又有一个北汉政权, 加起来就是十国。 这十国呢, 反正一些是后来被耸朝统立的, 但有一些呢, 就先已经灭化了。 反正国在加十国, 加起来就是六十多年这个时间, 这就是一个唐部朝没王以后的分裂时期, 这个也不长, 但是很乱, 军阀火战, 当然经济破坏都很严重的。 然后到了宋朝, 到了静下个时期, 帝国的第四个时期, 就是宋寮金元。 这个呢, 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它又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第一大阶段, 北宋和流, 北宋和流。 宋朝他建立了五代, 就是取代了五代, 完成了一个, 至少是, 不是特别大的统一, 他把这个汉族的地盘基本上统一了。 那么这就是进入宋朝。 宋朝呢, 我们知道由北宋男宋。 北宋前期呢, 北宋呢, 他有一个对手, 就是北方还有草的那种辽。 那么北宋和辽这个时期, 这个第一次大事就是第一阶段。 地图来看呢, 是这样的, 北宋的地盘不算太大, 也就是当年秦朝, 比秦朝可能还小一点。 然后北边广大草原, 甚至于包括中原農業区的北部地区, 像北京的北京, 这都是在辽地盘。 然后呢, 这边还有西夏, 西北还有别的世界中的东西。 就是说, 当时那个中国也是一个很乱的, 很复杂的局面, 但是核心区域那是北宋。 宋朝这个王朝, 大家肯定也有所了解。 就是说, 它是一个过去一般北人的印象, 它可能不是那么特别, 把握不是特别高, 因为宋朝军事不行, 跟唐朝有点相反, 他军事上非常强, 打出过一个大帝国。 而北宋朝也没有那么大帝国, 之前都是很小的, 而且还经常被人打败, 关键事, 就是跟谁打不过。 但是呢, 宋朝今天来看, 评价比较高, 宋朝的经济水平, 非常高, 比宋朝高了一大些。 以后的明清, 跟宋朝相比呢, 高不了多少。 就这么回事, 他比前面高一大十, 后面比他高不了多少, 甚至有对方不如他, 这就是宋朝的这个情况。 文化发达, 经济发达, 社会, 宋朝有什么好处呢? 社会稳定, 就是他出的乱子很少, 或者说他很少出乱子, 不容易。 因为咱们历史上的这些朝代, 虽然说短了就活了, 有些朝代很长, 动不动就, 有两三百年。 你说两三百年, 你要看他的历史, 他不断地出事, 中央出事, 地方出事, 地方起立, 叛乱, 中央各种政变, 各种政变, 反正就是, 没有之前一个特别稳定的时间。 但是宋朝, 还真是相对来说算稳定的。 当然我们知道宋朝也是有那个地方动乱的, 比如说咱们知道的宋江方辣, 但是宋江方辣的两个规模, 那在古代来说就算是很低的, 就算是没有太大影响的那些动乱。 咱们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王朝, 没有哪个王朝, 或者说咱们那么多王朝吧, 只有一个王朝, 就是宋朝, 包括南宋北宗, 它是完全是被外部力量打垮的, 它内部并没有出太大问题, 相反别的王朝都是说, 虽然有王朝你看到外部力量打垮, 它是内部的都不行, 包括明朝, 明朝虽然说当然后来是被清朝去栽戴的, 是被人生命了打垮, 清朝当然后来是被八国联军打垮, 但是八国联军也没有要真正把他给打垮, 真正把他搞垮, 反正的这些, 咱们内部的侵害军力, 就是说每个王朝都是被内部搞垮, 只有宋朝是灭的, 你要看到宋朝就觉得他有点冤枉, 他灭得很冤, 就是说不该灭亡, 它内部好像还真是很稳定, 大概还有一片很繁荣的样子, 特别是北宋, 北宋灭亡的就是说, 所有人都想不到这个灭亡了, 最后就走一个混乱体面, 和北宋灭亡都不一样, 他内部, 就是说他不太有内部的那种大的动乱, 他主要被外力打, 只有宋朝, 当然他的命运不好, 赶上外部对手太强了, 而且一个比一个强, 第一个对手就是撩, 撩还算是跟他关于最好的, 但是也很厉害, 他打得过了, 以后那个金就更厉害, 圆更厉害, 最后他完全被消灭掉, 在北宋, 反正宋朝是这样, 北宋加南宋三百多年, 其中南北宋各占一百五十年, 北宋就是和辽做对手, 也有个对手就是夏, 他心夏比较小, 就稍微刺咬一遍, 然后后面就冲到一个荆朝, 荆朝灭了辽, 又灭了掉北宋, 然后宋朝就跑到南方去见辽宋, 就变成了一个南宋和金的对峙区域, 可能这时候宋朝就只剩下南方了, 北边都掉了, 今朝是从东北起来的, 一下子插到中原, 把东北中原的地方全占了, 别的地方都还没什么变化, 辽的有些人跑到了中亚, 西辽等等的, 在草原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部落, 这称之为五谷中部, 草原上并不是固定的一个政权, 而是说有大堆人, 有各种的部落, 各种集团, 他们黑箱乱打, 他们也和警察打, 最后照顾一个陈斯汗, 把他们全走迷, 把这些全灭掉, 变成了元朝, 就这么回事。 最中间当然南宋是我们主要讲的重点, 因为南宋也还是退到南方去了, 军事上反正就是勉强撑, 但南宋的经济也还是很发达的, 而且南宋也被逼得没办法, 只能搞海外贸易, 对外开放, 往海洋发展, 就是有点海洋立国的架势, 这个事在中国都是绕建的, 中国古代都是内向型的, 对于海洋那种发展都很不关注, 很不共同, 但是南宋也没办法, 就是搞了很多财报, 这些国家都搞得很热闹, 很有成效, 那还是, 这一点在古代也是不是很多建的。 最后就是元, 这个元朝就是咱们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 元朝的概念很复杂, 元朝一开始也不叫元朝, 它就是一个草原帝国, 叫大蒙古国, 而且元朝一开始蒙古国这个阶段, 他重点没有开放, 他往南打了底下, 他就不打了, 他就打到西边去了, 蒙古人打了三次西征, 第一次就打到东亚, 转一打全回来, 第二次就打到欧洲, 所以就打得很远, 第三次呢, 打到了中东, 伊朗、伊达克, 第三次呢, 他真是把欧亚大陆的格局全部搞乱了, 找到天翻地覆, 而且这次西征都是, 除第一次之外, 后面的西征都是说, 因为后方的最高领导, 大汉死了, 他们才说明, 要是后面的最高领导不死, 他们还能往西打, 按照逻辑上, 第二次他就应该把欧洲权打掉, 但是打到一半, 后面, 领导死了, 他就要回了, 第三次打到伊拉克, 要打埃及了, 领导又死了, 又得回, 然后剩的人呢, 跟埃及打一场, 跟埃及打败了, 就没过去, 要按他们的架势, 他们就是要纷扫全世界, 打出去蒙古,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后来才慢慢地消去到来, 后来他们内部就分裂了, 各自各自发展, 后来文族人跟主要这些人, 就开始往南发展, 就开始大南颂, 才最后占领南颂, 才最后清成这个元朝。 元朝这时候, 越南地盘就很大, 然后再往西边, 还有他们家的别的人, 都在西边这个政权, 有什么, 撒汉国, 包括苏联那一代, 俄罗斯那一代, 就是近亚汉国, 伊朗有伊犁汉国, 中亚有沃克台汉国, 沃克台是其他一代汉国, 反正都是他们城山的后代, 那整个覆盖了大半的东亚大陆, 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厉害的。 但是呢, 作为中国历史, 我们就关注元朝, 因为那边那几个汉国, 虽然是蒙古独间隶, 那跟中国历史没关系了, 因为它也独立发展, 他后来看那些人也都是穆当地, 他也不会再回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作为元朝, 这个王朝, 王朝叫元朝这个元哪来的? 这个元来自周矣的一句话, 叫达哉秦元。 元朝人对元有一个解释, 说元什么, 元爷者大也, 为什么叫元朝呀? 他自己是什么说的? 元爷者大也, 大不故以尽至而为这元者大生至也, 我们就是特别大的意思。 这点呢, 就是要一起说一下, 元朝这个王朝比较麻烦, 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全国的民族。 这种事以前没发生过, 以前草原民族来的只能占领半壁和善, 南方的过不去, 但这次它是全国统一了。 这件事情呢, 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 比方说咱们现在就有什么, 叫做压山之后中国, 说元朝那不能算中国了, 你只能算中国被人家给灭了。 这个呢, 就得看他怎么看, 相对来, 就是比方说中国你是怎么界定的。 这个问题要想起来就很复杂, 需要专门讲两个事。 这个我们也不讲了, 其实我是搞元朝的。 所以元朝这个王朝确实是有很多的地方和传统的中国王朝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国家的这个建立过程, 很多方面吧, 其实可以这么说, 所谓的杨山之后吴中国这种说法, 不是一点根据没有。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博这个杨山之后吴中国说什么, 都是胡说八道, 那样说也不对, 也不这么多, 那么多也不对, 它不是一点道理, 但是它其实不能成立, 但是它有一点点的理由的, 因为确实是它是草, 就完全是那个外围的传统中国控制不了的地方的民族, 它来把你最后给全部政府了。 但是它在文化上, 后来基本上还是纳入了这个传统的轨道, 跟前后王朝基本能接轨。 虽然它有最后, 一两年以后蒙古就跑过草原, 但是后来经国历史的各种传统的发展变化, 最后它也还是融入到, 跟汉族比较有密切的关系, 到了清朝还是合为一体, 当然到了近代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就是出现了外母独立什么的, 其实那是一个比较突发偶然的事件。 像内蒙古, 其实蒙古族的人更多, 互相一种关系还是保留到现在。 所以其实, 综合来看, 我们认为元朝是能带到中国的, 但陈国它确实是有些和中国的前后王朝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也比较明显, 这也是需要承认的。 那么元朝对中国也是有贡献的, 当然它有很多破坏, 破坏也有很多, 贡献有什么贡献, 这是它把中国变大了。 在以前的王朝, 包括汉朝和唐朝, 刚才看地图, 我们的地图很大, 但是那个大我就说了, 那个大是不能地图生会骗人的, 不能拿那个来做一个证据, 那个地图只能是很短的时期出现过的一个局面。 而咱们再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元朝, 这个地图可是一百多年非常稳定就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变化。 不是说今天这个地方又庞满了, 那个地方又有什么, 又管回来回来回来, 都是元朝非常一元化的统治。 底层会有些什么首领, 土度的, 土司土官的统治, 但是到了政策上层, 都是一刀切的, 都是行程制度。 没有那个西藏用的宣征院制度, 那是相当于一个特区, 但是整个就是北方草原, 那个东北, 云南, 这些地方完全是一体化管理。 这个是, 其实是, 虽然突然是个大王朝, 但是唐朝圈不是一个级别了, 它高了很多了,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对于现在多的版族形成, 元朝是有很大的贡献。 元朝一绵亡呢, 元朝就有点管不了这么大的地方, 它就要回收, 到了清朝已经来以后, 清朝又把它给铺开。 清朝是铺开的过程当中, 很多地方如果没有任何的金属, 它是铺不开的, 不会那么顺利地扩展到后来的那个党的范围。 这个呢, 说起来也比较会有一些问题, 就比较动我们就不信讲了, 元朝是这么一个朝代, 它是比较那个, 但是它有它的问题, 它在文化上跟汉族文化, 包括中元的主流文化, 还是有点磨合得不太好。 所以它统治啊, 它不太成功, 它这么大的地方, 这么强大, 关于它没有对手啊, 别的王朝都是有外部力量的威胁, 外患, 它都没有的。 按说你应该统治的四五百年, 按说应该也可以吧, 它一会到一百多年它也没有了。 它还不如那些, 看到一些比较太强的王朝, 活得长, 这也是很有问题的, 这是它内部的问题。 它在内部管理方面, 它不太行, 它不会, 或者说蒙古人, 蒙古同志会管理, 还出了很多问题。 后来这个政权的危机出现比较早, 导致它比较早的, 被下层的老百姓推翻。 看元朝历史, 当年那些人那么厉害, 一百多年以后就连这个农民都打不过, 这也是非常的入差很大的。 后面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简单, 两个阶段, 明和清, 历史业发展也简单, 早期复杂得很多, 各种国太多了, 不用搞清楚, 越往后发展, 基本是一个线条, 而且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 短期分裂一下, 这边还要统一, 以后都是这种局面了。 明朝, 清朝, 明清我们其实都很熟, 我觉得, 我就不用快讲了。 明朝的地图看一下, 明朝地图就是草原反正蒙古人退回去了, 但是咱们这个地图也是这样, 画的是不能说明前落地。 明朝呢, 江湖是这么一个大概的情况, 但明朝正能控制的地方, 主要还是汉州的这个地区, 像青藏高原, 像东北, 东北大国区, 它只能是说明义上控制, 明义上有一些联系, 或者有一些朝共的关系, 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控制, 这和原朝是不一样的, 和清朝不一样。 再往后面, 清朝它就更熟了, 大家就更熟了。 明清呢, 别的方面就不讲, 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政治制, 也有一点变化。 虽然说咱们这个帝国体制, 秦以后一直穿起来基本差不多, 但是明清这个体制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就是宰相制度, 宰相机构没有了, 没有宰相。 这就是这个秦, 是起自朱文章废宰相。 废宰相以后呢, 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 皇帝的压力变大了, 因为皇帝本来不需要管很多群的事, 现在都得管。 实际上皇帝又管不了, 所以最后皇帝又得找一些人帮忙, 所以搞出一些新的机构, 比方说在明朝有内阁, 甚至有敌处, 都是找一帮人来帮自己处理这些, 这事都弄不过来了。 反正这些内阁的秦, 他都不能算宰相, 因为他只能是协助皇帝处理一些文件, 而不是说, 下级法曹施令, 行政指挥, 他们有这个行政指挥权, 但是他也能管一些事。 反正明清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清两朝呢, 年头差不多长, 二百几十年, 体制上呢, 又前后比较紧密, 关系比较紧密, 但他跟前面一样比呢, 就是说, 宰相这一块, 那么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 明朝前期呢, 还是一个经济比较低谷的时期, 但到明朝定期以后的经济, 到清朝呢, 当清朝入关, 统一, 中间又破坏什么账, 又破坏了一下, 在左边说, 那个经济啊, 才是达到了比较高的成水平,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说, 传统那个高峰啊, 也就差不多了, 发现它再增长, 它起不来了, 它只能是量能增加一些, 就是它的那种超越的那种东西, 它超越不了, 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方说, 就农业上来说, 它恐怕跟宋朝相比, 它就高不到哪去了, 它主要是靠什么呢? 靠新品种, 新作物的种植, 就是玉米, 甘薯, 这些东西是新买的, 原来没有, 靠这个, 它雅图了很多人, 要没有这个, 它的农业, 我觉得跟宋朝, 反正也就是差不多, 就是经济水平差不多, 科技水平这些方面, 其实是进展不太大的, 所以说好像有点停滞, 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 给人这么一种感觉, 循环往复, 周而复始, 但是好像不怎么停滞不前, 那么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到了送源明清, 特别当明清, 给人感觉是更加明显。 好, 我要讲了前, 最后就把前面的东西盖过一下, 我要讲一下, 我认为的这个基本特征, 古代类的基本特征, 有四个方面的问题讲, 第一个, 大一统, 这些就是说, 就是从新讲起来, 前面那个我们就先不讲了, 比那个和我们比较一人, 当然这些问题和前面都有联系, 但这些问题应该说是, 跟我们历见的关系也可能更密切一些, 或者说它的资料也更丰富一些。 第一个, 大一统, 第二个, 地主专制, 第三个官僚制, 第四个, 王朝科业。 大一统就是说, 中国后来统一是一个主流, 推翻出来, 而且是高度集中的集权的统一, 中央集权的这种大一统政权。 这个大一统的形成呀, 其实这个观念呀, 在这个前积极时代就有了, 周朝就有一种说法叫, 普天之下, 木费王土, 帅主之兵, 国费王臣。 王朝就说, 我们这边地方, 就应该只能有一个政权, 只能有一个核心, 再有他不知道。 中国古人就认为我们就是世界, 我们就是天下, 从外面那边, 外围那些边缘, 那些少数民族, 各种外国, 我们反正很野蛮, 很过后, 都可以忽略不计, 从基本这样的种词。 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中心。 这个世界上, 至少我们外国地方没有一个核心, 这种观念是很少就有的。 到了战国也是这样子, 战国虽然成长, 但是战国在那些思想下, 都在讨论怎么统一, 统一以后怎么治国。 所以这个趋势看得很明显, 那么到了秦朝就统一了, 秦朝统一以后呢, 因为统治残暴又灭亡, 最后呢, 虽然说也出现了一些分裂时期, 但是呢, 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 狠烈的观念就是认为统一正常, 分裂不正常, 就认为统一的, 分裂就没办法, 咋也统一的。 而且呢, 古人有一个正常理论, 说只有一个王朝能够具有合法统治权, 合法统治地位, 别的, 如果是一个统一时期就没问题了, 如果是分裂时期呢, 好几个政权, 只有一个会认为是合法的, 另外那几个就被认为不合法。 这个主要是历史书写, 就是后人写的历史, 比如说三国, 他就会只认为一个政权, 另外两个政权只能作为那种伪政权来描写。 所以说, 比较早期的历史都是描写三国, 都是把曹魏当合法统治权来描写, 把刘魏当成蜀化为政权, 后来关键又变了, 又把刘魏表达成合法政权, 曹魏变成为政权, 为什么没有两个合法政权呢? 就是不行, 不可以, 正统只能有一个。 这就是古代的这种观念, 极其强大, 反正挺有点核心。 那么在那样的大一统统治权之下呢, 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 你得处理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地方经常会互相地, 因为不好管, 地方大了, 弄不好就会出现地方伟大无调, 割据独立。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地方很难割据, 很难独立, 讲割据的基本都不成, 除了王朝整个帝国崩溃了, 然后把他各自独立, 这就是一回事, 我这方面熬了, 突然有个地方说我要独立, 不想割据, 基本都是自民时代, 很难成为。 就是说, 在古代的那种条件, 交通也不方便, 传递也传递不了的情况下, 他还能维持这个统立, 是相当不得的。 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研究的地方, 也包括一个中央不断地摸索, 跟地方关系怎么处理, 给它独大权力, 给小了, 给小了不行, 给小了地方出事, 它解决不了, 到时候闹大了, 中央就会垮, 给大了, 它脱离你又怎么办, 它叛乱怎么办, 所以它就会反复地摸索这个杜, 包括给它权力, 大家还在派人去监察, 还要去盯着, 有各种的辅助手段, 补充手段, 但是这样子来逐步地摸索这个统治基点。 总体来说, 中国古代这方面做得还算挺成功的, 统一保持得不错。 第二个方面, 中国古代这方面有低度专制, 那么中央, 全国一盘起, 全国都得挺中生的, 中央就挺一个人的黄帝的, 这个黄帝的权力是至高路上, 就没有什么制衡。 关于黄帝这个制度, 就是说, 中国要有一个最高领导来统治, 这样的一种理念, 很早就有, 心情, 主要是法家, 都讲了好多, 统一领导权的问题。 那么, 清朝建了以后呢, 当然, 由于清朝后来的暴政, 到了汉朝会收, 对于皇帝有所收敛, 包括后来儒家, 开始得识, 儒家是强调, 就是说, 皇帝当然我们要忠于你, 但是呢, 你也得有权力行使, 不能为所欲为。 所以, 古代对皇帝的皇权有些软性的约束, 包括思想、舆论, 包括下期官僚的境界、 有点建争, 反正有一些大, 但是这些约束都是软性的, 没有硬性的。 咱们在座的那个年纪大后来, 我们听过过去有个评课, 叫杨家将, 杨家将里面就讲一个八贤王, 说是北宋前夕的一个赵德方, 他是一个宗士, 说他手里拿一个什么精简, 上打荤军, 下打奸臣, 说当时那皇帝一旦做了错误, 他就上朝, 把那个精简晃来晃去, 反正每次他遇危险, 皇都让步。 像这样一个故事就反映出, 老百姓对于皇权的一种设想, 说皇帝最好有个人能管他一下, 实际上没有这种异性的元素, 说你一下子他就马上改主意, 不可能, 只能是软性的元素, 通过舆论, 通过教育, 通过反正各种间接不断, 他说别这么干, 别太过分, 这么干不合适, 让他觉得, 我要这么干的话, 我怎么会很大代价, 大家都会很不高兴, 我何必这样呢, 最后他有所收尾, 都得这样的办法来解问题, 其实那还是不一样的, 他和西方不一样, 他没有像他的宗教势力来约束王权, 也没有很成熟的贵族阶层来约束王权, 基本上皇帝是比较能够为所欲为的, 有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奸臣, 宦官赚权, 那些人不是他的权利, 那是他把皇帝权利给窃取走了, 他是躲在皇帝后面, 趁着皇帝年幼, 皇帝活路, 皇帝昏运, 通过皇帝的手来控制权利, 而不是他的权利, 所以像《三国演技》里面的曹操策, 虽然没有创建在曹操, 他已经把汉的权利偷到他的手里了, 他用的是汉的皇权, 而不是他的宰相群, 所以说真正的对皇帝的约束是没有的,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特别强调中军, 皇帝的话就是离军离万军必须停, 但是儒家又要求皇帝吧, 你也得稍微双向一点, 你也得对大家客气一点,尊重一点, 如果你那些拿到反对, 你也最好能听一听, 就这样的一种双向的要求, 这是一个古代的同事思想, 都是这样来讨论问题的。 特别到了宋以后, 好像这方面的要求更强一点,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成都理学, 他们把人理的东西抬得太高, 要求相当的高标准, 这样的话就把中心观念好像强化了, 其次是少多民族, 他们部落社会早期过来的那种, 民族的那种, 家天下的那种统治模式, 反正什么事儿我说了算, 不需要什么程序, 什么规矩, 什么体制, 都比较像高级爱个人的那种做法, 再重点来。 所以呢, 一个是中心理学, 一个是北方朝鲁民族的那种一些影响, 导致明清了, 后来我觉得这种专制独裁, 那还是比较厉害的。 同样是皇帝, 体制, 但是在这个体制下, 谁把权力用到什么程度, 这个差别非常大。 总体来说, 后期的比前期更厉害。 不光是说权力用的多大, 而且是说权力用的比较成熟, 就是说, 我专制我有个前提, 我不能把我政权搞不大。 像今日王的时候呢, 他是这样, 秦朝, 就是高度专制, 咱们的秦朝搞不大。 那不行, 那你的专制就失败了。 专制就是说, 我既要什么, 这个呢, 就会发现中国对待王朝也就不断地达到水平越来越高的程度。 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就是官僚, 官僚就是这个国家机器, 但是它是靠一批经过职业要求的一些官僚来进行运转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主要说的是, 在秦以前的前提的时代呢, 先秦, 那个时候是贵族。 贵族就是说, 这个国家怎么控制的是靠贵族, 一层一层一层。 然后呢, 贵族都有着爵位, 爵位是时代相传, 贵族从事呢, 就做一些管理工作。 它这个工作基本上也是时代相传的, 就是说它那个位子是死的, 动不了的, 基本动不了的。 但到官僚制时期呢, 就是说这位子都是活的, 人是活的, 人可以流动, 提拔, 降级, 横向调动, 不断地淘汰一些人, 进来一些人, 这个机器啊, 就是靠一个一个的岗位, 那岗位安排后的人, 这些人还不断地动, 这样就运转起来, 这个国家就进行控制, 就是这样子的。 这种官僚制, 它有一个入口, 它就不断地从这个口进来很多人, 来填充这些官僚岗位。 那这个入口呢, 早期就是各种推荐之旅, 后期就是客户, 通告是选拔, 用转一些人, 进行控制, 不断地走进来。 它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这个机器有个特点就是说, 它运转的时间长了以后吧, 它有一套规则, 而且它有一些惯性, 有的时候这个机器有一部分坏掉了, 一部分坏掉不小心, 它级别头发也还能转, 它有一些那种自我修复, 或者是那种, 就是那种小问题它能够自己克服这样的一种机制, 但是那种大问题它解释不了, 有的时候这个小问题它不断蔓延, 蔓延, 就是说, 它很难可能把这个小问题消灭, 但是它能保证小问题呢, 不影响我这大的机器运转, 但是能想你扩大, 到一定程度, 它也不行了, 最后就需要崩溃, 就是这样子。 总的来说就是, 官僚社的这套, 或者说古代的帝国, 帝制时代的这种国家, 就像一个大公司, 公司, 反正这个董事长就是皇帝, 皇帝会认为总经理, 经理什么助理来管理国家, 或者在相, 然后下班各个部门, 各个党位都有各种各样的经理, 或者是部门经理来完成, 这些人都要通过科举, 或者有些办法, 来选拔人, 把他安排到这个国家, 然后呢, 根据你的工作经验, 你的资历, 你的业绩呢, 再决定你是否提拔, 调动, 什么事情, 尽量把那个人放到最后一个位置上去工作。 这套体制呢, 有些方面也是和咱们近代的文官制度, 也是有接近之处的, 所以有人认为西方文官制度是可能参考过科举制, 这个当然还有一些不同意见, 但是有可能, 官僚制。 那么这个官僚制也导致了社会流动, 就是说, 下层老百姓他有机会上去, 只要我学习好, 我可以不靠那个祖先, 不靠我的家庭贵贵贵贵, 我学习好, 可以考科学, 只要考得分高, 才能靠钱, 那当然就当大官, 和你家出身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社会它就可以流动起来, 这个呢, 也对社会稳定的一些好处。 第四个, 王朝重点。 你会发现这个王朝呀, 第一世代的王朝比前一世, 变短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王朝, 它管理的强度很大, 它的统治比较刚性, 它也就容易, 好像一个机器一样, 它高速运转, 时间一长它就会容易磨损, 然后你除了充断机, 结果就垮了。 如果这个机器呢, 不怎么运转, 或者说运转的很低频率, 它就可能就测过时间很长, 高速运转, 大时候就要报废, 它就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中文王朝就是周期性动乱。 这里面有些王朝你会发现, 它有些特殊原因, 刚建立的崩溃, 这些我们就不讨论了, 因为这是有特殊原因。 一般的王朝, 只要你建立起来的话, 进入轨道了, 你就能发展一段, 然后有一个稳定的上升期, 然后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 赶紧解决, 解决, 还能撑一段, 再出现,再解决, 最后不行, 最后就垮掉了, 最后就垮掉了。 然后内忧外患都来了。 内忧外患也不是一直都有, 一开始它能对付, 到最后国家力量下降, 它追复不了,压不住了, 最后就会出现一个崩传的行李。 反正内部的问题是主要的, 但是呢, 外部问题, 草原有的民族, 北方有的民族, 也是一个相当强的变量, 搞不清楚它突然冒出一只强大的民族来, 这时候哪怕你内部搞得比较好, 你可能也抗不住它的大截。 这方面顶着就是宋朝, 宋朝其实内部理的还比较稠, 但是外部还是在抗不住。 各自各的王朝, 内部也顶不住, 外面也抗不住, 那就更麻烦了。 反正就是中国这些王朝呢, 它就是一种, 过去有人称之为什么呢? 超稳定的结构。 它的特点是近时代的王朝, 就是说国家机构政治力量, 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能力很强。 但是这个可能的代价就是说它这个机器的摩损, 损耗也很厉害, 最后出现问题可能会, 反正最后就很垮掉。 那么每个王朝应该说, 它就说, 因为有些各样的东西解决不了, 它小问题可以解决, 但是说它有些积累出来的东西, 一点一点积累, 有些小的它可以控制, 但是它不能根除。 控制它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扼杀, 只能说是一点一点的, 就是让它问题延缓, 威胁变小, 但是它不能完全把它承掉。 最后积累到一个程度, 它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危机, 最后就很能犯了。 每个王朝都这样, 这还比较麻烦, 这过去就称之为王朝周期律, 就是说, 每个王朝上来以后都说, 哎呀,我得克服王朝周期律, 我不能这么干, 我一定要长这几万, 让我这个证券永远能转下去, 不能说在死期, 但是没死, 就是这一死, 就得重新启动。 它每一个死一次, 重新启动一次, 对社会的破坏非常的严重, 这个也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这个也是, 看学历史人家不知道, 看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 那种的人就很倒霉, 你感受到那种死, 死期的时候很惨, 社会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崩溃和倒退, 但是下一个重新启动以后呢, 哎呀呀, 转起来了以后, 它又慢慢慢慢就回来了, 又过了那么几百年, 又到了那个死期时期, 又不行了, 就是这样子。 反正, 具体来说, 无论是就它的新和衰, 就这些原因, 一般来说, 它能发展起来的这些王朝, 都有些能成功的这些王朝, 看到早期的历史, 都是这样, 一般来说, 一定是能开国的这些能力很强, 通常在后来几年当中, 有一个竞争关系, 谁是一个比较能力强的一方, 决策阴敏的一方, 谁最后会获胜。 能力强, 凝聚力高, 方针政策比较合乎实际, 还能抓住基因, 这样的人, 在互联南部中获胜。 但无论你开国这些人, 在强到最后, 就会发现几个问题, 总得出现。 一个是腐朽, 就是腐败, 还搬以激烈的内部的矛盾, 内论。 然后呢, 机器慢慢转动了, 就是效率低下, 逐渐失灵。 然后呢, 财政出问题了, 没钱了。 最后呢, 社会上, 社会从一开始的一个扁贫社会, 一个穷的社会, 变成一个分华营的社会, 贫富分华, 社会就不说官僚, 不说社会那种矛盾很尖锐。 这时候呢, 再来点个外患, 这下就糟糕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到最后呢, 就会做到这个程度。 反正各方常都会知道, 这些事都知道, 成功怎么成功, 我也知道, 失败怎么失败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曹九伦总结过, 但是他最后又避免不了这个结局, 这就是渡国历代王朝的一个, 给了这么一个感觉, 这也是好像很有意思的。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这时间, 我应该讲到这儿好像, 是吧? 因为我讲的这些东西都很粗浅, 我看来只有中学水平, 所以主要的那些深入问题, 我刚才很多地方都点了点, 那个潮盖怎么回事, 深入的后来我那老师会讲得更好, 我就是简单把这个线索数理一下, 而且我觉得我数理的这些什么阶段, 都说很土, 都几个潮, 几个时期, 这谁又不知道, 还有这些基本的都, 这些人人都知道, 没有什么新意, 就给大家稍微做一个铺链, 然后大家可以听我们后面的各位教授的精彩演讲。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张晃老师。 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人比较多, 问问题的机会也有限了, 那我们就问三个问题吧, 哪位先来。 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就是, 这个崖山战役就是宋灭亡的一个非常威壮的一个战役, 而且就是说崖山之后中华, 我就想问问就是说, 我刚才听您讲的这个过程, 我们这个几个潮带里面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更多, 所以说我们的中华文化是不是真的就有所改变了? 谢谢。 好, 那这个问题, 第二个, 因为我自己是搞元朝的, 我在那个, 前几年我在那个佛旦大学乐部书院里讲过, 我就讲, 元朝统治,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那我有一个基本关键, 就是元朝统治, 就是文库人来了以后, 虽然他破坏很内海, 他杀了很多人, 屠杀很多人, 但是呢, 中国的文化, 传统的那个主流的那个汉化, 没有受到文库的太大影响, 它基本上该怎么发展还是怎么发展, 特别是那些大众的那个领域的东西, 什么卢家的经学, 包括一般的文学, 这些方面都是, 我们看到比方说, 成都比学, 在南宋都起来, 诶, 他就开始有个上驱使, 到了元朝统治, 他就继续传播, 比方说, 那个城市的那些, 那个市民文学, 什么杂剧, 散曲, 这些东西, 都是在清风宋的中文化发展起来, 到元朝经历下一个高峰, 书法会话, 一直是那个, 很发展, 到元朝也出了很多大家, 像赵孟虎这样的, 就是说, 他都是超越到, 要超过那个宋朝, 老是百姓的那些数发家, 就说, 我那个一个感觉是, 元朝统治, 就是, 死了很多人, 这没问题, 经济上也不是话讲大, 但, 政治上也有很多影响, 但是文化, 真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从这个角度来说, 杨立之五伯伯有一个说法, 如果用文化来说,文化其实没有在哪儿的表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咱们现在政治小科书上称为的那种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这个问题过去,我记得是在何方提前,曾经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被提出过。 而且郭沫若也曾经写过一本就这个问题表态的专注。 我在若根年前也是在他们国图,经过一个国内著名历史学者的景座。 这位老先生当时很直白地声称,中国就是清朝之前的古代历史, 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没有经历过,就是咱们现在中的教科书中的那种社会发展分析。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教科书所称为的那种能力社会和封建社会。 那么现在呢,咱们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历史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这就是刚才我开头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乌农兽形态是我们过去比较熟的一些概念。 现在呢,其实是这样。 大多数历史学者对这个概念都不太实力了, 因为基本上是他们不太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因为这个乌农兽形态呢,其实是马克思最早针对欧洲的历史发展提出的一些概念。 后来呢,经过了斯大林的改造,把他写进了那个联共事部党史的教程。 后来就分享到咱们这个中国这边。 后来我们一些早期的左派这个学家, 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好概念, 拿出来分离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些看法。 应该说这些概念呢,就是中国社会, 古代社会的那些内容,有些地方很干净的上, 但是你要说整体呢,把它很适应的装定套进去,是套进去的。 所以我上次我也不用这概念,我自己写的教材我也不用这概念。 当然,现在我们的中国教科书,最近我们也在写新的中国教科书, 因为领导的要求说这些概念还是应该写的, 我们也写了,但是也没解释,就觉得没法解释。 一解释的话,教材就会变得偏糊很大的,觉得更糊糊了, 人家觉得需要这概念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说明我们还是觉得这些概念还是有很多需要, 存疑的地方。 我觉得说到完全好像,自己大家都对不上, 那也不是,但是说,有些对得上的地方, 但是总体来说是套不上去的,大概是这么可怕。 现在大陆的学生也认识。 张老师,你好。 因为我最近看到两篇文章,就是李欣赫先生写了一篇, 然后李欣赫先生写了一篇, 您是研究原始的文章,我想,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高见? 李欣赫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我们李欣赫先生教授过几个星期, 都会来给我们讲明朝。 对,因为我们搞历史的,研究到各个时代的时候, 其实从来说,我们会觉得中国古代王朝, 循环和十多数是差不多的,大存小异。 但是研究到一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变化。 那么每个阶段的变化好像比这阶段更大,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我们李欣赫先生提出了一个原民变革的理论, 他认为元朝、明朝当中有很大的观念, 就是明朝是和前面很不一样的, 他的观念在我们那个时代上是一个, 算是一个新观点, 持持观点比较少。 大部分人,包括我, 我们持的是,相信是藤宋之间的变化比较大。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藤宋的变化比较大。 在政治方面,宋和元之间的变化比较大。 至于元和明的变化, 因为我元还可以, 但是我对明朝没有那么大的功夫, 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将来以后有时间, 我研究一下明史, 我在这边对照对照, 说不事情会改变这个断裂。 但现在为止, 我和那个李老师的看法还是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他那个, 好像把那个元旅的那个断裂夸大了。 但这个呢, 我也不确定, 这个就是我累了, 还需要继续研究。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周五还是在这个地方, 下午两天呢, 是这个。